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生东征西战 打遍日本棋坛几乎无敌手 除了吴清源和他可以正面对抗之外 其他对手死在他的刀下的那真叫不计其数 板田荣南一生中拿到了64个冠军 在过去的日本棋手中名列第一位 尽管说赵志军现在拿到了68个冠军 超过了板田荣南的记录 但是我们可要知道赵志军现在拿的冠军 是一年有十几个比赛中拿到的 板田荣南所拿到的64个冠军 可都是日积月累 在那个每年只有三四个大比赛的年代中 一年一年一年积累下来的 这是何等了得的成绩啊 板田荣南在日本棋院 曾经担任过日本棋院的理事长 所以这个可以算是德高望重 小林爵九段呢 也不是泛泛之辈 他曾经获得了日本的棋胜 在日本也是超一流棋手 板田荣南呢 下这盘的棋的时候 已经71岁了 这个他的年纪和小林爵九段 差了40岁 所以说这个老爷爷急的棋手一出马 这个是不是宝刀不老 非常的让人引起关注 这盘棋呢 我们看到板田这个年龄出了问题 在复杂的对杀计算中 他毕竟是老了 黑棋这个布局很普通 白棋走得也很正常 黑棋挂脚的时候 普通白棋都是单关跳的 抢控 直接就唬下去 这个是比较机器的下法 就是意思就要先把实力抢到手 接下来黑棋如果立这个 白棋断这个 这是变化 黑棋如果接这个 白棋也可能断也可能跳 实战中黑棋接着这个 强调中辅外势的重要 对此白棋如果打这个 黑棋打吃 白棋剃掉 黑棋即使再打一吃 也没有什么关系 白棋还要补 但是白棋这样下 实控虽然落到手了 却要防黑棋这步起 这是重视大局的下法 黑棋的速度也非常快 下一手 白棋假如撑二 被黑棋这么打上去 白棋脚里就不舒服了 这个打劫对白棋来有负担了 所以白棋 按说应该走这个 但是这个绝好点 要是被黑棋抢到了 黑棋全局主动 白棋跟着在跳的时候 黑棋就这么 虚虚的一阵 通过攻击这两个白子 黑棋取得右板盘的 控制权 这个是普通的定时变化 所以为了防止黑棋这个手段 白棋先硬 先把自己阵脚守住 黑棋如果单立 这个棋呢 怕白棋在这里刺一下 然后白棋脱先 这个大飞绝好点 下一步棋 它还居然要这么立下去 让这款棋整体的不活 黑棋要在这硬一个呢 又嫌这个地方 太过狭隘 所以黑棋暂时也就不立了 先挂脚 如果白棋 跳这个 那黑棋 飞过来就算了 这样呢 黑棋脚跟站得很稳 这个板天容担的棋呢 是非常凶的 不肯让对方下成理想性 主动进攻 意思就是 又要进攻你这个子 又要威胁你这几个子 这个也是一种非常凶悍的下法 黑棋跳起来 白棋也跳 这个棋呢 我们看到过去有很多棋手呢 跟着就走这个 或者走这个 自保 先把自己这个弱子走后 但是被黑棋这么飞下去 这个白棋 有点不能容忍 白棋 继续走这个的话 活脚是没问题的 但是外事就全没了 一旦被黑棋抢到这边的广阔大厂 这边整个右边一带全变成了黑棋的势力范围 这边还是双方对攻 这个后半盘白棋南下 所以黑棋跳的时候 白棋还是选择正常应对 白棋想什么呢 他欢迎黑棋继续走定式 这个局部是定式 但是现在这几个子的配合非常坏 这地方露着一个口 等于白棋将来有一个先手打拔 或者甚至白棋可能还有这个飞的手段 这个子呢又非常轻 他可以往外跑 跑完对你还有威胁 也可以不跑 就气给你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这个底下已经付出了很多代价 所以呢 白棋期待黑棋在这里走定式 黑棋如果立这个 那当然再好不过 白棋这一次 简直就是顺手拈来的好点 几步棋交换再一看 黑棋反而变成了孤棋 白棋这倒隐隐约约有了根据 所以这步立现在也基本不能考虑 走成这样的 这是双方南下的一盘棋 这个时候黑棋需要果断出击 不能去考虑 第一个不能考虑在底下屈服 第二个不能考虑在这里进攻 这里进攻的话被白棋小尖出来 黑棋被出现了两块孤棋 这个棋就难下了 所以黑棋这个时候 这个要认真的考虑一下 决定全局的作战方略 小林区的棋 堂堂正正 他选择的是空中制压 这步棋不是定式 定式没有这么下的 这是等于送空 但是这步棋在实战中 却有强硬的效果 他可以把情势如愿以偿的导入棋站 对于这步飞压 白棋冲断是绝对没有的 黑棋一尝之后 如果你走这个 黑棋再跳出来 现在黑棋到处都是出着头 白棋一块孤棋 两块孤棋 脚也没完全活好 这个棋白棋战斗起来 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对于这个飞 他是不怕冲断的 这个板田呢 当然也看到了 这个飞 他的意图 意图就在于 拼命攻击这个白子 先刺 好棋 这个有的朋友可能就问了 这先刺有什么好 什么时候刺 你不得老老师给我沾上 棋就是这样 这个时候走黑棋 其实只好老老师 是沾上 但是过后的话 棋就有可能变 有变化 比如说 你先走这个 黑棋长 白棋再飞 这个时候实战是一样的 但是你这两个定型之后 要注意 这个刺就未必再刺得到 比如说黑棋一震 白棋再刺的时候 黑棋就有可能走这个 这么来补断 高效率的补断 下一手这里要冲坏你了 他不粘在这儿了 效率就不一样了 再者 在震制之前 他也可能先拖一下 你走 他再唬一下 彻底的把实力都送给你算了 再震 现在再刺 居然就是经典的后手 所以这个 先后之道 必须甚至右振 这个时候 白棋一定要意识到 这个子有危险 所以在抢上面的控制前 白棋先刺 是好刺去 这个板天荣男的嗅觉 还是不错的 可以其现在只好接手 白棋再抢控 像成这样呢 黑棋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只能去强硬的进攻 左边这两个白子 否则的话 黑棋这个木就白损了 这个是必走的一手 你不管走什么别的 这个什么在这里逼了 在这里走了 就被人一跳出去 这个棋马上就没办法攻白了 而且白棋反过来再一飞 黑棋自己反倒要被攻 所以这一点 双方必争 但是我 Employers 所以我们因为 吃货帮助 还是 而我 我来报告 当然了板田也想到了这个你的攻击手段 他也准备承受你的攻击 就是稳稳的在这做火 这步棋也是堂堂正正 你这个棋要想往外跑 那只能是自嘲鼓吃 比如走这个黑棋搬白棋断 黑棋打 你长得一接 再打 再接 纯日俗手 送完这两个之后 黑棋上面撤几后了 再一看 离这三个黑子还是太近 白棋这地方没办法作业 所以白棋这个跳 是一定要走的 黑棋呢 这个时候要注意的手法 黑棋这个时候看着很多棋 好像咱们刺他一个吧 这个刺恰恰就可能变成坏棋 因为什么你这一刺 他这一靠出来就成立了 你这个扳不行了 你在扳的时候被他一断 你再去吃他 他就要吃 你提也好 沾也好 他一尝 这一招棋变成了经典的恶手 完全是送眼 送目 这个棋 黑棋就不能这么下了 所以你如果一旦走在这 反而助长了他靠出来的这个气焰 你如果从外边搬 白棋再一尝 再一看 黑棋自身出现了断点 什么断点呢 就是如果你压的话 白棋这个时候 这有一个非常要命的断点 这有一个非常要命的断点 白棋现在当然自身气劲 他还可以不去吃你 比如说他先做活 下一手这个冲断就是要命的 冲断完这三个就死掉了 你如果补这个 这边这个又变成要命了 他再把这个立下 白棋彻底活了 黑棋一看 不对啊 这个不外事 一关不整啊 这地方盖着一个断 这个子吃不掉 这一逃出去 不是外事啊 等于是两块姑棋了 所以这个下法 黑棋是不能接受的 这也就是在攻击中的一个常识 一定要注意 不能给对方留下反击的空隙 走这个意思也是差不多 你走这看着好像很漂亮 没有用 他这靠又靠出来了 你搬 他断 你这么一吃他 他从这边吃出来了 这招棋又变成了大恶手 废提一步 这三个也变得不活了 所以这个时候 要求棋手下的非常的紧凑 我们看到小林爵 非常果断 下的也完全是棋筋 这招棋靠 是这盘棋攻击成功的关键 他一定要紧紧的压住这个白棋 不能让白棋这个手段出现 这个是下棋的这个棋力 这个时候你走出来没有用的 他就走这个 你这个对杀起来 你气数不够的 他那个紧紧的扣住 你这气了之后 你再挡这个之后 还是气紧 甚至还有这么硬夹的 什么说的手段 这个对杀和刚才这个放在这儿 或者放在这儿完全不一样 紧紧的扣住白棋的气数 由此呢 对局迎来了 这个第一个胜负关键 白棋这个时候要决定 是正面作战 还是咱们委屈求活 说委屈求活 当然有各种各样办法 比如说走这个 这招本身是做活的手筋 为什么手筋呢 就是说如果你接上 白棋再把这个挡住 这样白棋活得很清楚 这个虎了什么 靠了他都不动 都放着 你再补一手呢 他就算了 你即使走这个也无所谓 他还可以走这个脱械 走这个鼓出去也可以 打了街 你这个子可能死在里面 走这个飞的时候呢 假如你走这个 可以自己挡住 下一步集 他一长地度过了 你只好足度 白棋叫吃 你如果街上 他再从这里一冲 这个骑黑棋的防线不对了 崩溃了 你在接的时候 他再一冲一走一段 你再跑这边两打三打 再再一接 黑棋碎了 所以 有两条道可以走 可以一个选择做活 还有一个呢 就是选择直接和黑棋对上 当然说你直接做活之后 在这活了 黑棋这肯定特别厚 将来在右板盘战斗的时候呢 黑棋就有主动拳 板田的棋呢 非常凶悍 在日本号称第一攻击手 也是有快刀支撑啊 这甚至还不是快刀 是剃刀 就形容那个刀锋 你一碰 他马上就要把你划得鲜血淋淋 这是全盛时期的板田 来的这个虎 是正面冲击 黑棋挡住 走了虎就得打吃 黑棋这招棋 敢于接住 也是具有气魄的一步棋 这种局面呢 以前好像也在对局中出现过 但是绝大多数棋手 都是选择了退让 板田容胆可能也正等着 小林鱼退让 提掉 再打 但是这样一退让 局面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第一个 他可以飞一下 考验你的应手 假如你接 这个棋 你就白白的被他立到了 他这个棋眼未有 还有一个更狠的下方 就是利用这个地方 气紧 随时威胁 要在这儿 要在这儿开截 现在从这儿靠出 这招棋才狠 因为什么 你从这儿一搬的话 他这已经可以断完了 选择这个开截了 这个开截的变化就太复杂了 因为开截以后涉及到截材等等 而且这个开截 还有可能他从这里冲着开截 你打吃 甚至他还要把这个拖出去 期间是不是先在这里打 现在这里打 要完截再尝 这个看不清 但是总之 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双方都是具有极大的风险 实战中呢 小林爵 选择了接住的变化 这个就是要和白棋正面作战了 白棋接住 可以挡上 白棋这个再要做活 这几个就亏了 等于你把人家撞得 非常非常的厚实了 你尽管这样还可以活 活是没有问题 将来他这个利 第一个他利先手 有先手味道 这里边有加有跳 如果你再挡 脚没了 脚没了不说 你还能只能往那边补 你要往这边冲的时候 小心他还往里边漏 这个把你给蚕食掉了 你往这边拆的话 这个黑棋已经把你脚分掉了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这个地方黑气都厚了之后 随时他在飞这个你也很难受 如果尝一下 他在跟着尝 甚至或者还可以跳 这儿瞄着一个靠 这个外势 这个辐射力就太大了 第三个就是这个走实了 你将来必然走这个 脚里也要出现问题 这一家是局部的手机 你如果打车 他就给你开截 这个截这个白的很重 你如果立下去 黑棋牵手一尝再一飞 脚里又看不清 所以这边先把黑棋撞后了之后 白棋再在底下活棋的下方 已经不可取 板前哪关你这个 他是非常狠的 直接就要把你这所有的木树都抢走 黑棋打吃 下一步棋 白棋提 这个是正招 白棋不能立 如果立下去 被黑棋倒 白棋提 点 再一跑 再搬 虽然说你好像 这是不是有一个手筋 有一个 筋肌独立啊 但是你来不及 你立的时候他打吃 你打吃他提掉 你接上打吃锦气 你气度不够 你如果单从这里搬的话 他打吃 你这个要吃 他筋肌独立的时候 他提起来 带响 气太紧了 所以这个力是根本就不能成立的 所以白棋只能提 黑棋打吃 这个棋又没办法开 太大了 只要接住 黑棋一打 白棋一接 黑棋一飞 这个棋呢 板田本来以为这个全在自己的算机之中 这个棋一靠下去 按板田的计算来说 你 你小毛孩 你现在就该认了 这个棋 你不行啊 这个棋 正规的下方 一般的 你搬是不可能的 搬他一靠你全死了 一般的都是这么思考问题 但你这个一退 白棋往后一退 这个局部对杀 这个是黑棋差一气 这个板田全给你算的清清楚楚了 但是 板田中呢 这个地境老了 这个地方他们露算了一招黑棋的鬼手 这个也是小林爵敢于下这个局部变化的原因 这招棋太狠了 一般的棋 这招棋是迂行啊 这个棋不肯下的 哎 都是走在这儿 或者顶 或者走什么贴 怎么会自己缩去 哎 但在这个场合下 这个是局部最善的手段 白棋顶住 黑棋记住 板田再一看 要坏 这个棋不对了 下一步棋 不管你点在这里 还是打在这里 黑棋都可以加 白棋立到 黑棋断 黑棋补这个 白棋拖也好 提也好 黑棋都从这里紧气 白棋在提的时候 黑棋叫吃 白棋接住 黑棋贴过去 正好是一个 金棋独立 这个白棋插一气 这样下白棋是亏飞了 走成这样 这个板田就 非常难过 想来想去 只好走这个 如果黑棋做活呢 白棋搬出去 马上盘上 风云突变 这个变成白棋优势的气了 黑棋这个 全飘起来了 这个不厚 这还有一个段 但是黑棋意外的 还能 坚持的力道 这招棋 是板田的 没有想到的 但严格的意义上说 真正没有想到的是 这招棋 一靠的时候 黑棋一弯 这招棋板田没有想到 我们看到下的这个时候呢 七十多岁的板田 在那摇头探气 实在是难受之极啊 他难受的 倒不是这盘棋 输了怎么样 他输的 其实赢气 见得多了 他难受的是 我当年的一世英明 就怎么断送 他这个小地方了 这地方 我怎么连气都算错了 所以下到这个时候呢 板田荣男愤而认输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其实他还能下 这盘棋 其实下到这里边 后边还有很微妙的 复杂变化 并没有结束 只不过七十多岁的板田荣男 遇到这种挫折 他已经没意思了 他说这个棋 鞋子下的 我就下成这个样 我还跟年轻小子 顽抗什么 他一认输就算了 但是我们要仔细的来看这个棋 这个棋后边还有很巧妙的变化 我们来看棋盘现在轮到白棋走 白棋这个棋不能点 要注意 如果点的话 黑棋一搬 白棋一挡 一吃 一提 一扑 再吃 要吃接不归 白棋只好接住 黑棋再挡 白棋接住 黑棋紧气 白棋紧气 黑棋再紧气 局部对杀 这个白棋差一气被杀 这样白棋是该认输的 但是白棋可以不点 非常微妙的地方 打虽然是俗手 但这个时候就是好气 你这是打一下 打结 算你打赢了 没有用 反而自撞一气 要注意这个打 没有用的 黑棋还是只能在这里紧气 白棋搬 黑棋断 白棋提 黑棋扑 木下成了这个紧气的变化 黑棋紧外气 白棋提掉 黑棋打吃 白棋接住 黑棋再紧气 在这个之前 白棋可以先把这两个线手走掉 这个因为白棋气很长 这两个是白棋的线手权利 走成这个样子 意外的这里边是一个结 白棋可以 在这里一扑 这个形成一个大结症 但是这个时候呢 结才怎么样 需要考虑 也就是说 架成这个样子 白棋并不是 要吴小剑投降的样子 他可以利用这个结 制造出许多的风波 比如说 他可以考虑在右边 无有角靠进去 做结 你给不给 他先扑 你提掉 如果你提这个结 他就把这一穿出来 这个棋我们要一看啊 居然白棋还不见得就输 黑棋尽管这儿有四十多目 连要空带外事 但是这个捅出来不得了 这半盘全废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 下成这个样子 你扑结 他提掉 你靠的时候 黑棋可以在这硬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棋 白棋提结 黑棋现在虽然找不到结了 你这个结已经损了很多了 那我也稍微的损一点 他可以要这个结 这个结 如果白棋 黑棋这么捅下去 白棋脚虽然还能活 黑棋的外事 可以就铺天盖地了 这个右边棋盘 完全变成了黑棋的广阔天地 假如下成这个样子 白棋吃掉了这个十几目棋 就出一块棋 居然还是不赢 所以这个围棋呢 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 很多棋 它的变化 就是表面一看就能看出来的 像这般棋 尽管白棋 板天荣南 老先生已经认输了 但是在后边 我们要仔细研究的话 还是可以发现许多微妙的变化 这就是围棋艺术的魅力 好 今天这盘棋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